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城市设计VB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个课程是城市设计Visual Basic 同学在上学期学习的计算机概论这个课程 了解了研尼电脑的用途 未来的发展趋势之后 接下来学习如何使用城市语言的观念的逻辑概念 来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重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讲室的主题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一讲 我们来看讲室的主题 就是认识城市语言以Visual Basic 有主要有四个单元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单元 温故知心 各位同学在城市语言里面的种类 我们来介绍一下 人类要与电脑沟通 命令电脑处理各种工作 需使用电脑所能认识的语言 称为城市语言Programming Language 在电脑城市语言中 有些能被电脑直接执行的 譬如说机器语言 有些则必须经过转译城市Translator 转译后才能被执行的 那城市语言的种类甚多 以发展的世代来区分 可以问三个世代 第一个第一世代就是低阶语言 也就是机器语言了 第二世代还是低阶语言 但是它是组合语言 第三阶语言已经用高阶语言 以011所撰写的机器语言 不用转译就可以直接执行 所以执行效率非常的快 对使用者而言 是最不容易写习的语言 好 譬如说0010 1011 表示加法运算 0010 110 11表示减法运算 所以写习才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刚刚说过 它是不需要转译的 所以执行写了机器语言 执行马上得到结果 是速度最快效率最好的 第二代语言组合语言 又称为符号语言 机器语言不容易学习 所以写者专家研发了组合语言 使用简单有意义的符号 譬如说A表示加 或者英文单字A的表示作为指令 代替机器语言表示的二进位指令马 但是必须使用主义程式Asambra 转义程机器语言才可以执行 也是一种比较接近机器语言的低阶语言 好 譬如说MoveDL到号VV这个字元 把VV字串资料放在DL中 也就是说DL等于VV这个字元 所以A的AH到号VH 把VH的值加到AH中 也就是说AH等于AH加VH 但是它必须透过转译程式 转译程机器语言才可以执行 所以使用组合语言所撰写的程式 称为Source Program原始程式 原始程式电脑无法直接执行 C透过Asambra主义程式 翻译成机器语言之后才可以执行的 好 譬如说我们使用组合语言的AID 好 因为它没有办法直接执行 透过Asambra把它转移成机器语言 0010 1011之后就可以直接执行 产生我们所需要的结果了 好 对于初写者来讲也是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发展了高阶语言 高阶语言的主要一个特色是 使用较接近日常生活的英文进行 以数学模式所组成 所以语法简单 比较适合初写者来写起 那高阶语言所撰写的程式 也电脑并不能直接执行 透过我们的Translator 转译程式 转换成机器言才可以执行 所以执行效率比较低 那Translator的两个种类 就是高阶语言来讲 第一个叫Compiler编译程式 第二个叫Interpret 执译程式 我们先来看执译程式 比如说我所使用执译程式 所写的原始程式码 透过执译程式就产生了结果 但是日后要执行 要重新再做我们的Interpret 好 如果是Compiler 方式不一样 我使用原始程式码 经过Compiler之后 变成Object Program目的程式 目的程式再透过Linker 好 连接或者连接其他的程式库 就变成可执行档 好 再入程式 马上可以执行得到我们的结果 但是日后就可以把执行 可执行档重新载入loading之后 执行就马上得到结果 不需要重新Compiler 好 这是我们温故执行的第一个单元 第二个单元要介绍Visual Basic 软体的一个特色 Visual Basic 2010版 就是在20010年上市 延续优良的传统 使用新的开发环境 协助开发人员快速建立 互动式的应用程式 就是App 就是Application Program 提供众多的新功能 可以轻松地将创意想法 转换为强大的应用程式 微软公司 在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开发工具中 提供了很多种语言 其中一种叫Visual Basic 2010 这些程式语言 有相关程度的共通性 可是需要自行购买 好 那本课程是以Visual Basic 2010 Express中文版 我们简称VB2010 或者称为VB10第十版的 作为讲授的内容 为出协者或门外汉 在Windows作业系统环境中 开发视窗应用程式 及网络应用程式 最好的一个选择 那Visual Basic 那个Basic的名称由来呢 我们解释一下 它是Beginners 初协者 All Purpose 多用途 Symbolic符号 Instruction指令Code 也就是说 初协者多用途 符号指令码 简称培记语言 非常适合初协者 学习程式语言的入门语言 那我们Basic之前 又加上个Visual Basic 2010 就是视节化的培基 我们就简称VB2010 名称之所以使用Visual 视节化的这个字呢 主要来自于程式设计 所使用的步骤 也就是视节化 再加传统的Basic 就是我们现在的2010版的 好 那Visual Basic 程式设计呢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了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设计使用者界面 就是UI 怎么设计法呢 在工具箱Toolbox中 选择所需要使用的控制项 或者我们称为物件 Object 安排在表单上 好 那同学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地方是工具箱 好 那我们就可以选取某一个工具箱 把它推到表单上来 我们推两个Button 就是我们的按钮物件到表单上 这个就是我们设计使用者的界面 第二个步骤 设定表单级控制项的属性 我们可以在属性视窗里面 对表单级控制项 设定它的属性值 好 譬如说 我想把第一个 我在属性视窗里面 把表单的名称改一下 好 譬如说 或者是我们把按钮名称改一下 好像这个就是我们改变 它的一个属性值了 第三个步骤 是比较懒的地方 前面两个部分 我们只要去工具箱安排完之后 改变它的属性就好了 第三个我们要coding 撰写程式 那撰写要处理事件程序 Event Procedure 或者是General Procedure 一般的程序的一个程式 好 那现在同学看到了 这个整合视窗环境 好 首先我们在表单上 有两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 我们叫确定按钮 按两下 按这个确定按钮 按两下 既可以撰写程式码 安排按下确定钮之后 所要处理的动作 好 你按下确定钮 要做什么的动作呢 好 我们就可以自己来撰写了 好 那譬如说像这个地方 好 我们就是要撰写 我们自己的程式了 好 这是第二个单言目标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名词的解释 Visual Basic是 我们的物件导向的程式研 就是一个 Object Oriented的一个Programming OOP 那Visual Basic程式的架构 是由物件 属性 事件 事件程序 及方法等所组成的 所以物件与程式之间 是使用事件驱动的方式来执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物件 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安排UI的地方 使用者界面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 这个是我们的中级游戏的一个程式 好 那这个中级密码游戏程式 这个是表单的部分 好 接下来你看到这个 是标签控制项 好 1到50这个地方 也是标签控制项 我们要数字一个数字 好 是文字换块控制项 我们要显示一些信息 告诉你 你猜的数字太大或太小 这也是在标签控制项 那我们有三个按钮 就猜数字啦 继续结束 这是一个按钮 这些东西通通就是称为我们的物件 好 我们从刚刚的画面了解之后 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物件 物件是物件导向程式设计的基础 唯一一个存在的物体 一个独立具体的元件 所以我们刚刚在Visual Basic里面 表单 按钮 标签 文字方块 这些都是物件的 那提供给设计者直接来引用 不需要 也就不用在另外撰写程式 所以可以节省很多的开发的时间 那物件构成有三要素 第一个叫Property 属性 第二个叫Event事件 第三个是方法 好 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属性Property 用来描述我们物件 就像刚刚我们的标签控制项里面 有终极密码游戏 还有它外观行为 或者颜色形状等大小 好 第二个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刚刚Event事件 已被定义完成 可被物件所辨识的动作 譬如说 当我在使用者在文字方块控制下 我们建入的某一个数字 像刚刚建入17 那使用滑鼠 这个按钮 按一下拆数字这个钮 就会发生此事件 你按一下 按这个你去判断一下 到底是太大海带小 所以呢 发生此事件之后 就会执行该事件 所对应的程式码 好 这个程式码称为事件程序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第三个是一个方法 好 物件有提供方法 才能具备这个功能 为了完成物件 某一件事情 或某一项目标 使用事先设计好的功能 我们称为方法 方法设计完成 不能重新设定 譬如说 我想要清除文字方块的内容 Textbox一点 Clear 我就把它清除掉 我想要表单隐藏 密点 Hide 把它隐藏起来了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 这物件三要素 我们举一个例子 以电式是一个物件为例 有各种不同的形状的电式 有液晶 电浆 尺寸等 这些属性的不同 当在电视遥控器按下电源开关的时候 会发射红外线 打开电视 这个就是方法 当在电视遥控器按下12台 会在荧幕上显示华视的节目 这也就是事件 所以物件构成三要素 好 就属性 方法 跟事件 那什么时候会产生 Event事件呢 我们分成两个 一个叫User Event 使用者事件 由使用者发出动作 驱动 程式来执行 那常见的 滑鼠的事件有 按左扭一下 Click 左扭两下 Double Click 滑鼠被按住了 Mouse Down 滑鼠被放开了 Mouse Up 那键盘也有三种 按下键盘的Key Down 进入资源的Key Press 跟放开键盘的Key Up 好 那这些呢 是由Visual Basic软体 借由发生事件 来驱动我们程式的执行 这个程式执行 是由我们使用者自己来撰写的 所以称为事件驱动 好 第二个是系统的事件 叫System Event 由系统内部所引起的事件 比如说Timer计时器 所产生的Time Interval 这个事件 记得时间已经到了 时间已经到了 可能要处理了某一项事情的 好 那事件驱动 它是怎么样来执行的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平常保持IDO不动的 不断地会听取 我们的信息助列 Message Q 是否有事件发生 一有事件发生呢 先解码 到底是什么样的事件 是在哪一个物件上发生的 找到物件 所发生的事件 执行所对应的程式码 就称为事件程序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讲 第三个单元 使用Visual Basic软硬体的需求 所谓工艺善极式 必先利息器 所以我们在安装或启动 Visual Basic软体之前 一定要先介绍 进入Visual Basic软体 所需要的软硬体的需求 那我们同学必须在 根据课本上 我们的网址 去下载这个Visual Basic软体 好 才能进入我们的Visual Basic来做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硬体的需求 CPU就有1.6GHz 或较快速的电脑都可以的 第二个我们现在有彩色的萤幕 1280x1024 或者较高的显示解析度的一个执行 好 第三个主机体 至少要1GB以上的 好 第四个呢 如果你要列印程式或资料 当然要有配备有印表机 接下来当然要有 我们的keyboard跟mouse 硬碟3GB以上 可以用的硬碟空间 好 软碟或者随身碟呢 好 我们是要备份你程式用的 那唯独光碟机DVD ROM呢 倍速是越大越好 速度会越快的 好 16位元以上的音效卡 我们这要防止喇叭 麦克风等多媒体的设备 可以播放我们的多媒体 好 那是刚刚所介绍是硬体 现在是介绍软体的需求 好 那第一个我们要有微软的 Windows XP SP3或Windows 7以上的中文版作业系统 好 那我们当然要安装我们的软体 一定要有微软的Visual Basic 2010 Express中文版 好 那刚刚软硬体的需求介绍完之后呢 接下来同学可能要要意识 想要怎么样去取动 或离开Visual Basic的方法了 首先 我们第一个步骤在我们开始纽上面按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的所有程式里面 我们要去找一下我们所用的软体 好 这已经安装好了 Microsoft的Visual Basic 2010 Express版 好 这是进入我们的Visual Basic的整合视窗 好 进入整合视窗呢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其实网页里面 那其实网页里面可以按新增专案钮 或者按主功能表的档案 选取新增专案 会显示新增专案的对话方块 好 这是我们的起始页 好 我们可以按这个地方新增专案 或者是主功能表里面按档案写 再按新增专案 好 我们就可以开启了我们刚刚的对话方块了 在新增专案里面 在以安装范本Visual Basic中 选取Windows Form应用程式 那专案名称 好 它一设是Windows Application 2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写过第一个程式了 我们把它更改名称2-2 按确定钮之后 显示我们的起始视窗 好 在这个地方 同学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已安装范本里面 有Visual Basic 好 那我们在这个范本里面 显Windows Form应用程式 好 那Windows Form应用程式 就是我们有使用者界面的一个专案的方式 好 在这边地方 一设名称Windows Application 2 好 我们把它改名称改成2-2之后 按确定钮 好 这就显示我们的起始视窗了 好 接着这个步骤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个起始视窗 我们就IDE的整合画面了 接着我们来介绍 这个起始视窗的一个画面 好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主功能表 好 这边是工具列 左边的地方就是工具箱 Tourbox的一个视窗 好 中间就是我们的表单视窗 右上角的地方是方按总管视窗 右下角的地方是属性视窗 好 好 这边有就细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状态列 这是我们起始视窗介绍的一个部分 还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controlbox 控制向方块 好 这边有设计工具的窗格 当然可以拉 表单只有三个点 其他物件呢 都有八个点的一个方式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离开Visual Basic的方法 首先在我们的ID整合视窗里面 控制向方块有一个关闭钮 就是打叉 我们看视窗关闭钮 第二种方式呢 按主功能表的档案选取呢 结束 这是第二种方法 其实在这个地方有一个auto加F4 就是我们第三种方法 我们键盘上auto加F4 可以关闭任何在执行中的应用程式的 好 我们在离开这个Visual Basic软体呢 我们常见有这样的信息 当我们结束了Visual Basic软体的时候 当程式有编修过 但是呢 你还没有存档 会显示关闭钻案的对话方块 请问使用者是否要将目前 所编制的方案档叫Solution 即呢VV专案有关系的 点VV点这个内容程式 到底要储存或者是捨去 好 如果呢 我们按储存钮的话 表示要将表单级专案存档 进行存档的工作 如果我们按捨去钮呢 表示不存档 直接结束软体 好 如果我们按取消钮呢 取消存档或结束的动作 回到Visual Basic软体 好 这是我们离开的时候 为了确保 你辛辛苦苦的写的程式 有没有储存起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介绍 常用四川功能的简介 首先介绍 标题列的部分 好 标题列我们看到2-2 这是方案名称 就是Solution 好 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控制项方块 有三个按钮 好 我们最小画钮可以将我们的Visual Basic软体说至最小至于工作列 按最大画钮 可用呢 或者是还原钮来恢复四川的大小 好 关闭钮 我们刚刚也介绍过了 可以离开Visual Basic的一个软体 好 接下来看主功能表 主功能表呢 好 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一个功能 主功能表中总共提供九种功能 当年你要使用某一项功能的时候 只需移动滑鼠移标 好 到这个功能 按一下钮 或者呢 可以用键盘中Auto 加上代表该功能的字母 好 括号内的英文字母 好 如果要使用档案功能 我们可以用Auto加上F 会产生我们档案下纳式的功能 来供我们选起来做执行 好 接着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名词叫方案总管 管理方案中 Solution中所有的专案 Project 跟专案里面所有的研件 比如说有表单 以程式 所有相关的一个档案 在Visual Basic软体 所设计的应用程式 在设计阶段时就称为一个方案 每一个方案由多个专案所组成 专案则是完成程式所需要的档案来组成 所以目前一开始都是一个方案一个专案 以后呢 我们当时也比较复杂 是一个方案有多个专案来组成的 方案总管在我们视窗的右上方 如果找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按检视 这功能表检视 然后选取方案总管 就会开启方案总管这个视窗 好 我们一一的来解释一下 首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属性 好 第二个这个按钮呢 就是显示所有的档案 第三个按钮就是重新整理 第四个按钮就是检视我们的程式码 第五个按钮就是我们检视 我们所安排在表单上的一些物件 好 那这个二字二呢 就专案名称 好 接下来看的my project 好 设定档案资料夹 form1.v呢 就是我们表单的一个名称 好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property的windows 就是属性视窗 在视窗的右下方 在visual basic程式的每一个表单 或者控制项都有一个属性视窗 我们有两种方式来设定它的值 第一个可以在设计阶段属性视窗 也就是我们就可以在属性视窗里面设定 或者程式执行阶段呢 撰写我们的程式码来设定我们的这个属性值 好 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属性视窗 好 如果我们当我们看不到属性视窗 的时候怎么办呢 可以按功能表的检视 选取属性视窗 好 就会开启我们的属性视窗了 好 譬如说 这个属性是我们的表单 好 我们的标题文字就是我们的招呼程式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属性视窗 好 第一个就是按分类 好 我们总共有八大类 第二个按英文字母A倒计显示出来 第三个就是我们来看我们的属性 第四个是事件 好 第五个是我们的属性页 好 左边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属性的清单 好 我们可以按下拉钮再选其他的一个物件 好 譬如说我们有讲过标签控制项显示文字的输入的是我们的文字方块控制项等的 好 那这右边的地方是我们的属性值 我们把表单的标题文字设为什么呢 招呼程式 好 当我们设完之后呢 他执行的时候表单就会显示招呼程式了 那这个我们的属性text的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呢 以控制项关联的文字 就是我们的属性的一个说明 那我们要写程式码 那程式码在哪里写呢 程式码编辑视窗 主要是用来显示及编辑程式码的地方 每一个表单档 好 副档名叫VV的 都有一个程式码的一个编辑视窗 好 这就是一个程式码的编辑视窗 好 那程式码的编辑视窗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 我们看左边的地方是列别 右边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方法或我们的事件 好 当我们在表单空白处快按两下 就产生一个风翻漏的这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的程序呢 是由我们使用者自己根据你需要来撰写的 当我们在表单快按两下 这个程式码编辑会自动产生这个两列的一个程式码的一个系数 刚刚老师讲左边要列别方法又叫物件名称 好 那这列别名称下拉钮 是显示表单内所有的物件 好 控制下跟表单 按下列别名称在下拉钮 会显示下拉式清单 可以选择一边级的列别 好 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建立的这些的列别 好 右边的地方是方法名称 又称为事件名称 好 那我们按一下可以选择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件 根据列别方法 下拉式清单所选取的物件 显示出所有事件清单 供我们选取 当物件名称跟事件都选取完成的时候 程式码编辑就会显示物件底线 这个我们的事件就 比如说form1底线RAW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表单 form 视窗式VP软体在设计程式的时候 用来规划使用者输入跟输出的界面 就是我们的UI 可以使用我们的工具箱的工具选取 然后要使用的控制项 把它加入到表单里面 你就可以加入这个表单里面 好 接下来老师把今天所讲述的内容 做一个重点整理 电脑程式语言分为低阶语言 有包括机器跟组合语言及高阶语言 机器语言是电脑硬体 唯一能直接执行的语言 使用组合语言所撰写的程式 必须透过组译程式 Asambra转译成机器语言 才可以执行 使用高阶语言所撰写的程式 有两种转译程式 一种叫直译程式 一种叫编译程式 转译后才可以执行的 VDual Basic是一个物件导向的程式语言 程式中用来表示 各种事件的画面称为表单 也是一个收纳区 Basic的前名是Beginness All-Purpose Symbolical Instruction Code 中文称为培机语言 将VDual Basic程式语言 在设计一个方案整理出三个阶段 分析是安排控制项 设计表单及控制项的属性 最后撰写程式 表单是物件导向 物件导向程式设计的基础 事件构成三要素 分别是属性 事件及方法 老师也用电视的方式来举例说明的 那属性是描述物件的外观跟行为 事件则为定义完成可被物件辨识的动作 那方法为执行物件所提供的一个功能 在属性视窗有三种方式来设定属性时 第一个使用键盘直接输入 比如说刚刚的招呼程式 第二使用法属来直接建筑 第三个在我们的交谈框里面来选取 下一个讲述我们要讲述的是 Visual Basic程式设计新手上路 好 那单元目标有三个 第一个探讨在主控台应用程式 撰写程式的步骤与实力 我们要举一个就招呼程式来做讲解 第二个探讨在Windows Form 应用程式撰写程式的步骤与实力 也仍然一样我们写一个招呼程式 就是我们要来跟Visual Basic say hello 那第三个我们就讲解 什么叫变数会随程式执行而改变的 另外什么叫常数 不会随程式执行而改变的 好 这是我们这个讲述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在书上有附了一张 我们的学习光碟 这一张学习光碟主要是 在书中所有的范例呢 都放在这个学习光碟里面 让同学在学习的不需要重新建入 只要呢安装完了我们的Visual Basic的软体 那这个Visual Basic安装的软体呢 老师也在第一张里面有介绍过 它整个安装的步骤跟执行的过程 好 那同时呢 安装完成之后 就可以把学习光碟呢 好 你把它放在 把它再入到我们的硬碟里面 就可以跟着演练 好 那这个是老师再三呼吁的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一定要不断地练习 才能达到我们学习的效果 好 那这个课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再会 by bwd6 i